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星期四出版的《求是》雜誌 发表题为团结合作是国际社会战胜疫情最有力武器的文章 文章指出中国政府始终本着公开、透明和负责任的态度 及时向世界卫生组织以及有关国家和地区通报疫情信息 毫无保留地和世卫组织和国际社会分享防疫、治疗经验 积极开展抗疫国际合作 中方赞赏国际社会给予中国的宝贵理解和支持 中国会名记和珍视这份友谊 文章说中华民族是懂得感恩、偷偷报理的民族 中方始终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国际社会抗疫提供支持 文章又指中国及时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 为抗击疫情付出了巨大牺牲 中国人民在疫情防控中 展现的中国力量、中国精神、中国效率 中国展现的负责任大国形象 得到国际社会高度赞誉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 中国在全面有力防控疫情的同时 积极主动与世卫组织与国际社会开展合作 与信息交流 不单只是对中国人民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负责 亦都是为世界的公共卫生事业作出贡献